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芬芳美丽满枝芽 又香又白人人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 生得很美 有许多人来做梅 但都没有说成 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 是春天的晚上 她立在后门口 手扶着桃树 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 对面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 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 她走了过来 离得不远 站定了 轻轻地说了一声 你也在这里吗 她没有说什么 她也没有再说什么 站了一会儿 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 就完了 后来 这女子被青倦拐子 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 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 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 老了的时候 她还记得 从前那一回事 常常说起 在那春天的晚上 在后门的桃树下 那年轻人 与千万人之中 遇见你所遇见的人 与千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雅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唯有 轻轻地问一声 啊 你也在这里吗 让我来 将你在下 送给别人家 我的花 我的花 可以 你可以 但 给别人家 他们 你们 回去 字幕 李宗盛